三星公司已經在全球推出了Galaxy Note10系列 包括Note10和Note10 Plus兩款產品 並且有一款產品也支持5G網絡上網 就像今年三星二月份發布的S10系列一樣 也僅有一款產品支持5G網絡上網 而現在有報告指出 2020年的三星Galaxy S11系列 將至少提供有三種型號產品支持5G網絡上網 而不像往常有一款產品 它們將包括的型號有SMGAR、G981、G986和G988三款產品 支持5G網絡上網服務 除了這些關於支持5G網絡的消息外 還有消息報導稱 三星在開發Galaxy S11的同時時 還在開發一個新的可折疊屏幕智能手機 其型號為F700F 這個數字型號將比Galaxy Fold的F900F小一些 因為它有可能是一個常規版本的縮小變種 不過具體的消息透露並不多 但以下一個專利可以和這個縮小版的 折疊智能手機有點溫和 三星每年都會註冊大量的專利 以保護外電智能手機的設計 有時候這些專利會轉化為真正的產品 而有時候它們只會用於申請和重出 其中來自今年的新專利顯示 這可能是縮小版的Galaxy Fold 不過也可能和三星Galaxy S11有一定的關係 三星公司於2018年底 在韓國知識產權局提交了新專利 於今年5月份獲得批准 該專利包括14個草圖 其中可以看到它具有屏幕可延伸的效果 拉伸後的屏幕面積增加了約50% 由於它是設計專利 因此沒有更詳細描述屏幕擴展是如何工作的 可以看到的是屏幕拉伸後 周圍的框架和其邊界也會跟隨著移動 這使得展開後的柔性屏幕保持受到了外部的保護 並且在屏幕上它也有採用打孔屏 如果猜想這個現有專利就是縮小版Galaxy Fold 那麼這款小型的Galaxy Fold智能手機 三星公司很可能在之後 為它和Galaxy S11系列使用新的Exynos處理器 或者是高通骁龍處理器 還有傳言說 三星會把主鏡頭1200萬像素傳感器 換成4800萬像素或者6400萬像素傳感器 更多的一些消息關於三星Galaxy S11鏡頭方面 現在來自推特知名達人爆料稱 三星S11將提供一個真正創新的後置相機 在最近推游中,哈卡聲稱三星S11的相機將具有前所未見的改變 如果你注重手機攝影 那麼你應該跳過Galaxy Note10來關注明年的Galaxy S11 而不是購買剛發布的Note10系列 雖然三星Note10和Note10 Plus配備了超強攝影的後置鏡頭 但其餘S10系列幾乎沒有太多的區別 所以三星為S11開發新的後置相機系統 這幾乎是可信的 三星S11的新後置相機系統 可能將包括新功能之一 就是提供三個可變光圈的鏡頭 而不是現在擁有的兩個可變光圈鏡頭 當然了,目前的三星Note10已經擁有了雙可變光圈 現在如果說該洩露的消息是正確的 那麼相信明年三星發布的S11系列 必定有一個出色的成像技術 除此之外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 三星S11系列還提供可調節光學變焦 它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自由調節焦距 之所以提到了它的功能強大 正是因為目前後置長焦鏡頭使用光學變焦 其焦距是固定的 只能在一個變焦倍率發生變化 所以三星S11改變這一變化是非常能期待的